六十年前的水里乡比较做修台北 繁華老子的聽到 曾經有六斤戲院十幾斤路下 其中民國五十一年 出立營業的報道路下 就是現在水里乡村的一斤 不必重新改造 總收國有營業的六十年老路下 裡面早期的中逢到原木家具 讓人一走一期就親手回到六十年前的台灣 這是荷蘭去做的 鄉市觀察為一區域 使用各大的房間加工 民眾進步走歐路 真正是荷蘭去做 簡單牽涉的房間 六十年來不變過 也讓第一次看到這個鄉親 感覺很快樂意外 也認為保存六十年的老路下 確認是營業實在真不簡單 他們現在保有原來的那種 民國五十年 那種年代的那種設施 還有那個那個房間的環境 我覺得它對水里鄉觀光的發展來講 它是一個很有用的資產 我們希望政府單位能夠幫忙協助這兩家旅社 可以幫它環境然後幫忙改善一下 然後讓它變成我們水里的一個地標 去參觀的時候覺得很特別 就是這好像是那種就是看電影 我們看那種以前古裝劇的電影 或者是古時候的電影才會有出現的那種場景 然後就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然後像我帶導覽的時候 很多那種就是 五十幾年次又六十年次的那個老一輩 他們就會覺得說哇 好像有那種兒時的那種回憶 湧上來還蠻感動的那種 下一個店名的交代 記載到開家的民國五十一年 也就是六十年前 挑割一些電動的村連 我們總料涉及這些機台的心意 也因為中紅色比簡單 收費也特別實在 騎很多大車輸機回去做來打 要打開家 只要留在大錢而已 要打開家 如果打開頭沒打開 說這個我打開後 還沒打開 這樣說一下而已 沒什麼麻煩 電到這桌我也都清的 我都自己立的 我們一樓沒有 一樓以前都是中坡 現在都沒有再用了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不了解說 民國五十年代 那種生活方式 然後住宿的環境 然後那種歷史的背景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來到這兩天里 是我們就可以體驗得到 感受得到 就是很特別啊 就是真的是櫃台 櫃著櫃台 真的是櫃的櫃台 在水利荷野廟旁 保存了六十年前 開了個檔的老爐下 環境是上董博國 收費竟加是上對班儀 對那是對外 社務要求的好選擇 也是那些懷疑 UK打卡那種的好選擇 記住了 差不多